第二部分 看图回答 问题一 你什么时候有课? 答 一 我八点有课 二 我从八点到十二点有课 三 我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有课 问题二 现在几点? 答 一 现在九点四十五分 二 现在九点三课 三 现在差十五分十点 问题三 结婚纪念日是什么时候? 答 一 结婚纪念日是九月一号 二 九月一号是结婚纪念日 三 九月一号是他们结婚两周年纪念日 问题四 他是什么时候毕业的? 答 一 他是零九年毕业的 二 他在零九年六月末毕业于首尔大学 三 他是二零零九年六月毕业的 当时他很年轻 问题五 他们星期几开会? 答 一 他们星期四开会 二 他们周四开会 三 他们每周四都开会 问题一 教室里有什么? 答 一 教室里有椅子 二 教室里有椅子和桌子 三 教室里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 问题二 职员们在办公室吗? 答 一 不 职员们在棒球场 二 不 他们在棒球场打棒球呢 三 不是 有的人在打棒球 有的人在给他们加油 问题三 孩子在哪儿? 答 一 孩子在教室 二 孩子在教室里上课呢? 三 孩子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呢? 问题四 箱子里边有什么? 打 一 箱子里边有一双鞋 二 箱子里放着一双黑色的运动鞋 三 箱子里有一双黑色的运动鞋 我很喜欢 问题五 百货商店在哪儿? 答 一 百货商店在公司对面 二 百货商店在电影院和邮局的中间 三 你一直往前走一百米 第一个石子路口就是 问题一 他在干什么? 答 一 他在画画呢 二 他在画一座山 画得真美 三 听说 他要参加比赛 每天练习画画 问题二 他在厨房做什么? 答 一 他在厨房做菜 二 由于工作到很晚 他现在才回到家做菜呢 三 为了庆祝爱人的生日 他正在厨房做拿手菜呢 问题三 他在坐公交车吗? 答 一 不 他正坐地铁呢 二 不 他正坐地铁去学校呢 三 不是 他正坐地铁去学校呢 坐地铁真是又快又安全 问题四 他在干什么? 答 一 他在看足球比赛 二 他在现场看足球比赛呢 三 他正在和家人一起看足球比赛呢 问题五 他在干什么? 答 一 一 他在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呢 二 他喜欢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 三 他在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呢 其实 这种习惯很不好 问题一 他的房间号码是多少? 答 一 他的房间号码是1102号 二 二 他住在1102号房间 三 听说他住在1102号房间 那个房间又舒服又安静 问题二 问题二 宾馆的电话号码是多少? 答 一 宾馆的电话号码是12345678 二 小李说宾馆的电话号码是12345678 三 听说那家宾馆的电话号码是12345678 问题三 他坐几路车回家? 答 一 他坐66路车回家 二 他每天坐66路公车回家 三 他每天坐66路车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家 问题四 请问去江南站怎么走? 答 一 去江南站坐二号线就行 二 江南站离这儿不远 坐地铁二号线五分钟就到 三 先坐三号线到较大站 然后换二号线 再坐一站就行 问题五 他坐哪班飞机 他坐哪班飞机 答 一 他坐 KE332次航班 二 航班号是 KE332 三 听说他坐 KE332次航班去西安旅游 我真羡慕他 我真羡慕他 问题一 今天下雨吗? 答 一 今天会下雨的 二 不 今天会下雪 三 听天气预报说 今天会下雨 问题二 今天天气怎么样? 答 一 今天很冷 二 今天很阴 看起来要下雨 三 今天很阴 我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 问题三 现在是什么季节? 答 一 现在是秋天 二 现在是秋天 我们去看枫叶吧 三 现在是秋天 都说秋天是读书的好季节 问题四 今天比昨天热吗? 答 一 今天比昨天热 二 今天比昨天热多了 三 今天没有昨天热 问题五 外面在下雪吗? 答 一 是的 外面在下雪 二 是的 外面雪下得很大 三 是的 外面正在下雪 你出门时 多穿点儿吧 问题一 这件大衣 多少钱? 答 一 这件大衣 四千三百块 二 这件大衣 四千三百块 我很满意 三 这件大衣 四千三百块 质量和颜色都不错 真是物超所值 真是物超所值 问题二 一杯咖啡多少钱? 答 一 一杯咖啡 二十二块二 二 一杯咖啡 二十二块二 真便宜 三 这杯咖啡 二十二块二 喝起来 味道很不错 味道很不错 问题三 你要换多少美元? 答 一 我要换一百美元 二 今天汇率是多少 我要换一百美元 三 我要换一百美元 请问 一美元 可以换多少人民币? 问题四 他多大? 答 一 他看上去四十岁左右 二 他看上去四十岁 真年轻 三 他保养得真好 一点都不像四十岁 问题五 他几岁? 答 一 他两岁 二 他两岁 这个孩子真可爱 三 他两岁 这个孩子长得真像妈妈 问题一 男人的个子多高? 答 一 男人的个子一米八零 二 他的身高是一百八十公分 三 他的个子和爸爸一样都是一米八零 问题二 红色铅笔多长? 答 一 红色铅笔十七厘米 二 红色铅笔长十七厘米 三 红色铅笔十七厘米 红色铅笔比蓝色铅笔长两厘米 问题三 问题三 今天气温多少度? 答 一 今天气温零下五度 二 今天气温是零下五度 大家今天最好不要出门 三 听天气预报说 今天最低气温是零下五度 问题四 他的行李多重? 答 一 他的行李二十五公斤 二 他的行李二十五公斤超重了 三 他的行李二十五公斤 我看拖运比较好 问题五 电影院离这儿多远? 答 一 电影院离这儿二百米 二 从这儿到电影院只有二百米 比较近 三 电影院离这儿很近 过第一个十字路口 左拐就是 搭 懒 inch Ladies instability atlantic